然後呢我們總共選出了八位代表台港二陸的頂尖好手 今天他們都來到了現場 將為我們拉開2018 WCS現下賽的序幕 那第一場對戰我們準備好要開始了 首先我們先歡迎Nice進場 接下來我們歡迎Rose進場 好我們兩位選手握手後入座比賽準備開始 那我們將現場交給最專業的主播及賽評阿極還有輝 好大家午安歡迎收看2018 WCS台港二挑戰賽 以及主播阿極 好今天賽評輝 好那今天要來進行的是八強Day1的賽事喔 那剛剛我們看到9的BB 他剛剛手晃得有點涼泡我有點害羞 看到他想說很久沒有看到他在台上的這樣子 真的手晃來晃去的 對那 那今天第一場呢我覺得也是強強對決啦 那Nice根據我 收集的情資 他的分數應該是台灣前二 最高的 應該是最高的 據說是6500啦 非常猛 不過我 聽到可靠的消息來 他的6500是擊敗了眾多人類 我有一次去看直播 我在看Rex的直播 他講一句話說 我已經好久沒有輸給Innovation Innovation好像是他 有一個賬號打到不到 就是好像6200 6300 對 然後他我記得他有一次開實況的時候是 打一打然後 因為一直輸神族 沒錯 他就打了一句 不知道什麼東西 然後後來就 關直播 就關台了 對 他很憤怒 對 那這一次呢 好險八強有一個人類喔 就是Ezpate 有他有出現 所以我們 至少不是只有兩個種族的對抗 Ezpate也是曾經代表台灣去參加過一次 WCS 沒錯 出國比賽 對 那之後他的表現都很穩定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次比賽的賽事獎勵 好 第一名可以獲得新台幣10萬元還有200分的WCS積分 第二名則可以獲得6萬元跟140分的WCS積分 34名則是4萬元90分的積分 5到8名則是1萬5千元60分 然後9到16名則是30 WCS積分 那這邊一樣喔 第一名跟第二名呢 可以獲得參加新台幣10萬2WCS世界巡迴冠軍賽的資格賽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賽程表 好 今天的第一場呢 是Nice要對上Rose 第二場則是Winter要對上Bus Always 這位就是唐好鴨 第三個對戰組合則是Sale要對上Hez 最後一個組合則是GoGoJoey要對上Ezpate 哇今天都沒內戰耶 全部都是異族對抗 沒錯 因為以往我們之前在看很多八強賽的時候 其實內戰的頻率其實很高喔 可能也是像今天一樣三個神族 但其中就是神打神 或是重打重這樣撞掉 但今天剛好都是不同種族對抗 不過其實不同種族對抗其實我覺得是比較有可看性的啦 對譬如說像現在 我們知道現在感覺上是神族打人類是很好打的 但是其實我不太懂神族打重族他們之間的平衡是怎麼樣的 目前的狀況是神族打人類因為追劣的改強 對 以前打那個陸戰隊的時候你可能要打5下會打50滴 但他血只有45滴 所以會有5滴血的溢出 但現在你打一下是15滴 所以說他打陸戰隊只要三下 對所以你只要有三次追劣你就可以一直去甩人類 沒錯所以對於人類的前期壓力來說是非常大 非常大 對那如果說到中後期的時候追劣的那個傷害 打下去那個那個 那個人類部隊可能還沒有補過來就死了 沒錯 所以殺那個神族的追劣比以前強很多 對就是像基本兵來講的話 其實對人類來講前期的壓力非常大 對那如果說是打重族的話 神族打重族現在就是 前期會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他少了 重族前期嗎 神族的前期會比較困難 因為他少了母劍核心的大光炮 所以 重族的很多戰術變得有用 以前都會說 就是以前重族想要放神族招啊 自從有了母劍核心的大光炮以後 都會變得完全沒有用 但現在是很多招都可以用 而且神族也不能像以前 就是一個水晶塔就開散礦 而且他是很怕撈狗 非常怕撈狗 OK 因為我看你好像有被幾次撈狗就這樣 不是幾次是每次 很多次 好來現在看一下第一場比賽開始的地圖是戰役高昂之境 那在地圖的右下方呢是藍色的重族Rose 來地圖左上方 紅色的神族 Avica TV Nights 這是他本人要 要叫我們加注的 他是Avica TV 贊助 對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一開始的 這張地圖其實在惡況來講 他是沒有一個 很好的高地可以做防守的 所以通常神族是不是會直接 就直接封起來了 應該會直接留一個口 對不對 會留一個洞 他等等就是 那個他的 機械控制合心會放在水晶塔旁邊 然後留一個洞 是的 好這邊看一下 第一隻工兵直接做一下偵巢 那這邊Rose一樣來一個裸霜 而且 最近還有一個改動 是把先知改落 喔對我知道 這是點 可是好像是打人類有差 可是打 打人類的工兵跟陸戰隊有差 因為變成兩下變三下 但打重組的工兵跟神族的工兵是沒差 但是有個地方有差 打刺蛇就有差 喔刺蛇就差蠻多的 所以你不能像以前 對 海仙姿對不對 你知道我們台灣有個選手 叫做HAS 對 他就很喜歡出很多仙姿 那個打法殺就會 算是削弱很多 沒錯 好那這邊 NICE直接單兵開惡礦喔 然後一直攻擊在對方的惡礦處 徘徊 偵查好這邊果然跟 輝哥說的一樣 放個BY堵一個口 好那這邊Rose 則是一個裸霜提 樹狗開礦 那來看一下這邊 NICE他們這邊要走什麼科技線喔 現在基本上PVE在前期還是會走VS嗎 呃可以打重組可以 但是那個可能就不會像之前那樣出一大堆 但前期的那個仙姿的殺傷力還是夠的 是的 了解 所以現在VR的 現在改成這樣 VR的開局會變多嗎 有增多嗎 我覺得不會 我覺得仙姿還是主流 因為畢竟你 那個機場做出來的那個仙姿還是可以 就是你還是可以拿來防守一些 像是頭狗這種東西 然後你可以前期也可以騷擾 對的 好這邊想要阻止一下Rose的三礦喔 來看一下有沒有機會出之道 這邊狗已經出來了 應該是沒辦法 感覺上我會蓋一根水晶塔喔 沒有沒有 直接跑直接跑 好這邊看到沒有三礦 乍看之下沒有 他這次做二次偵查 他的教室往前走 現在的那個神打蟲啊 你偵查就比以前更重要 對的 你必須要知道說對方有沒有開三礦 或是他的工兵到底有沒有補 不然 你會不知道說對方 如果來快攻你 他有很多種選擇喔 他可以抱狗 或是他就是用 毒爆 就是他可以投狗進去 也可以用毒爆 然後這兩種手法是 截然不同的手法 沒錯 好這邊限制 殺了兩隻狗以後 幻影飄走 沒事 好那目前 Rose兩隻亡蟲在附近喔 那這邊NICE在冰冰的地方有放一個水晶塔來做一個視野 這邊直接毒爆 直接一撥了 剛剛其實沒看到 對他沒有看到喔 剛剛只有看到那四條狗 不過現在如果看到這邊的狗 發現會多兩隻 剛剛他已經殺了兩隻 有有有 這也直接吃掉喔 好這吃掉了 這死了這死了 他看到後面的狗 這有感覺喔 我覺得看後面的狗應該有感覺了 這一定有感覺了 只是他會不知道是賭爆 他會以為是空投 是的 哇這邊直接毒死 不過這個運氣不錯喔 第一隻先是出來直接在門口遇到賭爆蟲 哇 經驗好到阿 這個 運氣不錯 好這邊直接打掉 打到兩顆毒爆了喔 三顆毒爆 來第四顆 看來 這個 這個 鬼怪 水晶塔差一點點 要進去了 哇這應該是打不進去了 他的那個 你有沒有看到他的那個 那個護盾充能器 手動去那個放在水晶塔上面 沒錯 殺趕緊 在賭第二層 其實剛剛如果再多一顆 就進去了 對他被點掉了 其實或是他剛剛毒爆如果不要變正面 他稍微旁邊一點 限制如果沒看到 也有可能炸進去 沒錯 好這邊 毒爆再次去擠喔 哇這個漂亮的立場 只炸了一個水晶塔 然後這邊BY被點掉 關鍵燒兵 對 後面還有三顆毒爆喔 這感覺上還是要硬咬嗎 好他把 這一個立場還行 不過這一個 護盾充能器也直接被打爆了 這邊還要繼續嗎 這邊已經是虧翻了 這個不成功變成了啦 對 哇這邊應該打不下來喔 這個 防禦攻勢劍得非常完善 這要怎麼打 這就是偵查的重要性啊 沒錯 其實剛剛那個 Rose有點可惜 他剛剛那些狗 如果後面的那幾隻沒有 被NICE看到的話 他可能不會 把門口堵了 對 他有可能是以為說 只是普通的小狗來偵查一下而已 好那 這邊來看 雙方公兵來講的話 Rose是24喔 NICE是21 但 科技來講的話 NICE其實領先非常多的喔 這五顆可以炸進去喔 但是 哨兵好像有 50魔 有一隻 有一隻有 好這邊 好像要放棄了 對 這邊看到虛空出來直接放棄了 應該是他覺得 進不去了 沒錯 好那 NICE同時間放下 VR跟VC喔 那 其實現在這個機會來講 對於Rose最尷尬的地方是 他競技沒有贏 他競技沒有贏 然後呢 他的 科技也輸 這 超虧的 對 基本上已經是一個 很難打的 這就是一個大招失敗了 被 很漂亮的守住 對 好這個先制再來塗一些農喔 隨便看一下 這個應該會進去看一下他的科技 對 哇 現在這局勢 NICE大優 這個感覺上就是 除非再送一兩波 不然基本上是不知道怎麼輸啊 好這邊身體數 這邊直接 補下了 五兵贏喔 六兵贏 科技排馬非常快速喔 好這邊先是持續在做 爭吵喔 那Rose這邊提了二本 但全部都被NICE看在眼中喔 那這邊繞了一波狗 嘗試進去看一下有沒有三況 沒有 這個等等 NICE的那個人進到前線對不對 和幾顆白球加狂安士上了大概就結束了 沒錯 這很難擋啊 哇這邊還要再來 好這林靜已經到了已經飛出去了 要直接去進攻三況 這還有保鏢 對還有一個鳳凰在 這保鏢應該 沒什麼用 哇現在 現在Rose其實有偷回來他把弓兵補齊了但重點是這一波要怎麼守 兩顆白球跟提速狂 這個 有點難 這個 如果有 四根地刺你覺得有機會嗎 他這時候不會有四根地刺 對 哇這一波 部隊浩浩蕩蕩蕩 直接往前做一波進攻 哇 哇這地場 這個 但是部隊有點脫節喔 沒錯 這個小狗先送光這地場還行 好這邊 毒包變好了 還是照到一點點 打出了 繼續 我們恭喜NICE先拿下第一場比賽的勝利喔 這個 前期的那個 那個Rose沒有把它一路隱藏好 應該說他原本以為 過去的路上 可能NICE的兵 不會有NICE的兵 就NICE把他的那個教室放在草叢那邊 剛好看到了這一波 而且他其實教室進去的時候已經殺兩隻 所以說其實正常來說 Rose只會有兩隻狗才對 然後結果他突然 他那隻教室看到他後面補了這麼多樹狗 大概 應該有看到十條吧 所以他就當機立斷直接把門口先堵起來再說 對 我覺得最大關鍵就像剛剛會講的 其實一開始你用四隻狗去咬那隻教室 已經咬得死了 對 一定咬得死 就你後面再竄出來 大概兩秒時間 一兩秒時間被他看到了 就是沒有拉好 對 他有可能他根本沒有注意到他咬了一隻教室 是 沒錯 不然的話正常來說應該是 那四隻狗在咬教室的時候 他應該把他後面的狗 藏在 後面 然後等到咬得死的時候再一起上去 這樣子NICE可能就不會做門口的建築學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剛剛來看的話 其實第一層是有炸進去了 沒錯 那這邊我只能說其實NICE後面的判斷也很正確 就是第一時間他把前面堵死了 然後先知第一隻出來先去尋毒暴蟲在哪裡 對 要看一下對方到底是 純狗還是有 要用毒暴或中空頭 對 那全部都被NICE看到基本上也沒有沒有守住的道理 那這也是我剛剛說為什麼現在還是會用機場 就是VS開 就是為了要防一些快攻 你出先知的話你可以騷擾也可以做防 防快攻 沒錯 如果假設你現在是 極限VC或VR 剛剛基本上就已經倒了 對 好那第一場比賽呢 NICE其實也發揮了相當出色喔 沒有什麼緊張管是老將 然後第二場比賽即將開始喔 地圖是深海椒岩 在地圖右下方是藍色的蟲竹Rose 在地圖左上方是紅色的神竹 Afica TV NICE 好這邊直接在下面放一個水晶塔 這是跟剛剛那張圖類似的建築學 他一樣會 一橫槓嘛對不對 其實這張圖有兩種毒法 一種是就是一條線過去 對 另外一種是直接那個 兵營跟那個機能控制的性直接把門口毒死 那這邊是看起來是沒有要毒死 你自己比較傾向哪一種改法 我覺得毒死不錯 毒死 毒死還不錯 但其實差不多啦 是的 好這邊一樣放了BG以後直接去做一個偵察喔 那看一下 這邊Rose一樣是選擇裸霜 好 那這邊到達對方二礦喔這看到了 裸霜了然後進去看一下 氣礦 好正常 裸霜又提速果開 NICE這個偵察細節都是有那個道理的 對 一開始兵營過去探視為了看對方是裸霜或是12滴 沒錯 那如果說12滴的話你可能這時候 就要準備出一隻狂犯室然後拉幾隻弓兵來門口守 不要讓他進來 是的 後面的時候會再用他去偵察弓兵去看對方有沒有三礦 對 那如果說一直都沒有三礦的話那可能就要 有那個警覺性在 那他第一次出教室過去的時候就是看對方到底有沒有補農民 沒錯 或是看能不能看到對方有很多的狗這樣子 這樣看起來NICE應該是要選擇 留一個洞 他的毒法應該是要留一個洞 這邊在 人家熱狂這邊徘徊一下喔 等對方的弓兵出來 來 感覺上這一場應該沒有意外的話 NICE還是會選擇一個VS的科技線喔 這邊第一隻王蟲到了 那現在王蟲的飛行速度有稍微的提高 所以比以前可以更早的去探查一些科技喔 這個機場是放在後面 沒有讓對方第一時間發現 因為NICE其實他的戰術還算多 對 他還蠻多像可能用VR、VC配的戰術 不過那些戰術 跟以前比起來 是他比較危險 是的 如果說你放了VCVR的話 其實前期是有點難守快攻 沒錯 像剛剛那個就很難守 你想想看如果剛剛那個他是放VCVR 他就少了那隻先知 所以說他只能眼睜睜看著 他可能連毒爆都沒看到 就算他知道毒爆在那邊變了 他可能也很難守 因為那時候空門還沒好 然後你門口建築學就做到一半 而且蘇兵擋住了第一波 你還沒有第二波 還有燒餅 蘇兵還沒有氣 也不一定 好這邊來看一下一隻先知進去做一下 看一下針巢換進去 好本尊整理到外面 取消 這邊 進化石這邊是要空投小狗了嗎 沒有錯 限制第一時間 那目前 蟲族快攻神族的 幾個戰術就是這樣子 就是 大量狗空投嘛 然後再來就是像剛剛的毒爆 那 目前 NICE這邊是打VS開嗎 看他怎麼來守 這兩種不同的打寶 剛剛已經守住一種 對 這邊你看他先知不出門喔 在家裡要防守 一隻狗 兩隻狗 看到一些狗了 欸這個 欸這怎麼進來 乍看之下好像是有洞的 這邊旁邊有裝了一船狗喔 看一下這邊 NICE有沒有發現 側面也有一船狗 這不是傳說中 好久不見的 三媽戰術嗎 可是沒有媽媽啊 有啊 有嗎 有啦 有媽媽嗎 有啦 我剛剛只看到兩個 一格吧 一格 有啦 好 我相信你有 聚集有沒有 聚集 有有有有 合體了 哇合體了 喔 很有機會喔 很有機會喔 全部投下來 唉呀 這邊 護盾充人器很 很到位 但是投進來囉 這個護盾充人器也太補了吧 哇糟糕 爆開 哇這根本喝了RB的那個 仙姿耶你知道嗎 他被三隻媽媽打到現在沒有爆開是怎樣 怎麼會這樣子 太省了吧 他三個護盾充人器在那邊 在那邊補真的有點強啊 我怎麼覺得好像比那個 小光炮還強啊 呃 某些情況下比小光炮強 但是不會比大光炮強 我剛剛這個仙姿整個扛住三媽的火力耶 哇好扯喔 那個那個仙姿完全超硬的 哇 他大概比雷獸還硬你知道嗎 對有 他那個堅挺程度 你還記得我們之前 我們之前不是打2S嗎 我們不是說要 呃那個我們造什麼 造 大量的航空母艦就去打那個 打那個雷獸 雷獸打不死 快銷翻了 一隻大概打7秒吧 剛剛那個仙姿就有這個概念喔 三隻後衝打他完全打不死 一直補 好這邊真的是前期 哇ROSE又三次虧爆了 這個媽媽送光 然後其實NICE這邊只死了一點農民喔 不過現在目前農民數還是領先ROSE 所以整體而言來講的話算是非常優勢啊 而且這邊其實ROSE才剛開啟他自己的三框 好這邊兩隻仙姿配有一隻鳳凰喔 好強殺農民 再殺四隻 其實仙姿是有 那個電池是有稍微改弱一點的 原本是75塊 實在是100塊 但他的基本素質是沒有變的 對沒變 他還是補 還是可以補 哇這邊直接 芭蕉師進來 不給你火路喔 勾勾勾小心 哇這邊又暈到了這個媽媽喔 哇這個位置太硬吧 對這卡住了卡死了 這邊先在側面做輸出 那這邊應該是沒什麼機會了喔 天狗全部死光 卡到好位置往前飄 這些工蟲變得很好的那個 立場 對 好洛斯打出了 取取 哇這一場 NICE也是發揮得相當好喔 幾乎是一個零失誤喔 那雖然說我覺得洛斯的戰術 其實有成功了啦 他有投進去了 但是 但是 殊姿這個先知 只能說 NICE這真的完美應對 不過其實剛剛換個地方投 情況就不一樣 他投在人家三顆電池那邊 三顆那個電池那邊一直補一直補 怎麼打得下來 其實他如果投 礦後 或是 二礦後或是主礦都好 因為他剛剛不就是 三隻後蟲很隨意他們要去哪就去哪 對方又沒有東西可以打空軍 沒錯 對方只有先知跟教師他都打不到你的王蟲 所以你可以隨意要去哪就去哪 對 結果沒想到他是直接投在人家電池的正上方 這就有點像是人家門口放了三根光炮 結果你直接投在光炮的地方跟他打 對是一樣的道理喔 我覺得交戰地點沒有挑好 對 因為其實這樣想想如果他交戰地點挑好一點的話 其實先知 撐不了那麼久啦 因為三隻媽媽 應該是頂不住 但是會不會贏不知道 對 因為 NICE剛剛的那個流程是有特別在針對這種快攻的 沒錯 對他的他的那個空門也好了嘛 所以說他出教師的速度也蠻快 所以頂多就是 我覺得頂多就是把其中一個礦的工兵先打到 要去另外一個礦採礦 對 然後那個要等到那個NICE把他的兵蓄起來後 才有可能把他守下來 沒錯 對因為我剛剛看一下NICE的打法是 其實他前面好像有 我感覺上好像他的 教室有先刷喔 有先出一隻 他感 剛剛 我沒有注意到說他是什麼地方是注意到對方可能是要爆狗的意圖 我是覺得啦 他可能今天 我剛剛忘記我們在聊什麼東西了 但他剛剛應該是有 意識到對方 要來打這一波快攻 我個人是 站在他們的選手上 我覺得他應該是覺得我現在應該很強 所以我說打穩 我不要打虧 因為如果說今天他是沒有偵查到的話 剛剛那個先知的動作是有點太穩了一點 對的 好那看一下第3號比較開始地圖是奧德 在地圖左上方是藍色的充足ROSE 在地圖右下方紅色的神竹是APCATV NICE 那剛剛那邊 有一個可能是因為 ROSE剛剛的三礦晚了 對 所以他的 先知先不出門 有可能是這個原因 有可能 他可能覺得有點異變 因為正常來講如果是要 應該是先三礦要快一點 對大概2分30秒就要放三礦 尤其現在因為那個 少了母劍核心嘛 所以 神竹其實蠻容易被蟲竹一波打死 你看今天落石準備這戰術就知道 這絕對是 他在天梯上面常常把人家重爆 沒錯 也就是說現在其實神竹選手基本上都變得比較敏感一點 因為 非常敏感 因為現在很害怕嘛 這樣一個不小心可能就 爆開了 你就會達到那個 死亡的領界點 沒錯 就會翻白餅之類的 不會翻白眼 好來看一下這邊 這一隻 一樣是第一隻攻兵的時候來做偵查 那要探查 就像剛剛會在第2盤上面講的 先來看一下對方是不是裸霜還是12滴 然後進來看一下對方的開局 來喔 噓 gear你5塊錢 這個動作 會讓落石感到極大壓力喔 沒錯 他等等 主況就會比較早乾一點 對的 而且其實 不要小看那個干擾 有時候剛好兩隻他刻意分好以後 你去干擾他變成一隻在踩的時候 那的人會惱火 有些 比較敏感的 比如說他在打神竹內戰的時候你可以試試看 直接一樣跟上一盤 其實目前來講 NICE的三盤開局幾乎都是一模一樣的啦 沒有什麼改變 前期都差不多啦 差別在就是這次偷了人家一個金礦嘛 這感覺有點像是 你朋友來你家 就把你桌子上的一塊錢給拿走 是不是覺得不太舒服 沒有沒有 其實沒什麼感覺 沒什麼感覺對不對 一塊錢還好 沒什麼感覺 好 這邊看一下 直接提出口 好 那目前ROSE已經連續兩盤都算是一個放招囉 那第三盤其實非常關鍵喔 因為其實我覺得站在NICE的心理角度來說 我個人認為啊 他畢竟現在應該是台灣最高分的選手了嘛 那我今天就是打穩 不打偷 我每一場都跟你穩穩來喔 我可以虧一點跟你打 也無所謂喔 我可以看到他其實沒有放什麼戰術啦 對 好 那這場他一樣也是走OVS 然後用那個教室去偵查 其實NICE的這三場流程一模一樣 他其實就是一個教科書式的打法 對的 所以神主打 神主選手 神主玩神主的朋友 如果說你們在天衣上打重組有點苦手的話 你們其實是可以看一下這個開局 好 這邊先 喔 這隻教室竟然走進去了 還是稍微看一下喔 然後幻影往後做一個拉側 本尊看一下有沒有看到重要的東西 我硬要看 好 這邊目前是沒有看到東西 對 其實這邊可以去看一下蟲竹的山框 因為 基本上這時候蟲竹的山框已經蓋好一半了 去看了去看了 所以他剛進去就是要看有沒有那個 蟑螂繁織場 或者是獨爆蟲草 對 現在還有另外一個打法是 你 狗 那個 血池一好 你直接放蟑螂繁織場 然後蟑螂繁繁場一好 你是出七隻蟑螂 過來也很強 然後再變成 也沒辦法守嗎 守不住 你只要沒有發現 很容易就死了 所以現在神主打神主是 千奇 白白中搞招 但是 但是這 剛剛這三種打法 對 加上我剛剛說的蟑螂 你只要有出VS的話 都有救 但如果說你今天是走什麼 什麼 空投白球這種打法 你可能就真的看到你也守不住了 沒錯 喔這一個金智力場 還是緩到了四隻攻兵喔 那金智力場在這一季 有稍微削弱一點 以前是放下去是無限存在那邊 對 所以你有可能到後期 整個路上都是那個金智力場 但現在有三分鐘 他三分鐘就不見了 不過其實我覺得三分鐘也是蠻長的啦 算 但是沒有錢那麼OP啦 對 好這邊 哇兩隻就是硬點的無農命喔 其實可以接受啦 可以接受 好那這邊放下了VCVR 然後先是持續在做偵查喔 這邊開門了 這一場來講的話 其實ROS這邊 前期經濟就沒有落後太多了喔 稍微領先一點點 那這邊部隊人口數差不多 呃 我覺得他可能要空投白球 空投白球 再一次的 等一下 這邊應該放下電兵塔吧 我覺得他會放VT VT嗎 你說引刀喔 可是他這個 他這個模樣看起來比較像是要一波 有可能 就是 提速狂白球一波 因為他 他的 他二礦是不是毒死啊 我剛 我剛 留一個洞吧 有洞嗎 有一個洞 那這樣他還是可以 還可以開三礦 可是他這個看起來比較像是要那個 提速狂白球一波 對 這次現在ROS的主礦持續在做偵查喔 又被逼退了 好 開著刷狂的士 這邊直接刷狂的士往前 其實慢慢應該是把兵要往前刷了喔 我剛看到兩個蟑螂草原來是一個毒爆一個蟑螂 這邊還是要開三礦 可是我覺得這三礦有點像是 是不是有點像是開給你看的啊 就是 你把他當作一個大型的水晶塔 好 因為他 你花400塊他還是可以提供10點人口嘛 對 但是你多了一個後路 沒充下我還有三礦 對 你可以開三礦 你可以繼續 但是他三礦可能就不踩 對 然後 還有一個 功用就是騙蟑蟲 騙那個蟑蟑蟲說 喔 我開三礦了 對 那應該是很穩喔 應該是沒有要衝他這樣子 那目前NICE因為他也沒有站瞭望塔 所以他不知道這波已經來了 欸 哇 看起來是知道 這一波有點兇喔 但是這邊毒爆蟲還沒有變好 這是一個關鍵喔 好 這個兩個 這兩個白球 電點要死 有點兇 哇 這個要直接 有機會守住嗎 好像有一點點機會 對 感覺上狂戰的數量好像不是那麼足夠喔 上上第一時間 補齊了 好 這邊白球的護盾也被耗光了 但是這邊感覺上 弱勢有點撐不太住了喔 哇這個白球很想點掉 差一點點險 好想點這個白球 好想點喔 可是有靈驚在其實要死有點困難 爆炸 我總覺得倒了耶 應該說不死也半慘啦 現在感覺上有一種這種FU 你看那個白球還沒有死 兩個白球在那邊秀 哇這個操作空間太大 哎呀 我要上去了 你想殺我嗎 哎呀 哎呀 終於死一隻了 終於死一隻了 但是 死了一隻 也沒救了 已經沒有機會了 對的 這個人禁差太多 哇 結果 結果 就這一波 就 直接點掉 他完全沒有意識到 這個兩況 兩況一波來 對 他其實如果第一波 他毒暴蟲 再早一點點變 我可能結局會不太一樣 對 而且你看 洛石他其實弓兵是補到 這個我不知道有沒有死過 他是他目前照命上的五三隻嘛 所以剛剛應該是在更多一點 所以他根本就是 以為對方是要開三礦 沒錯 使命的補 不過他有 他有下那個張彈繁殖場 就是已經有機會守 他如果存 存狗跟毒寶是 一點機會都沒有 對 那這邊 狂安士的數量越來越多 兩顆白球在後面 提供充足的輸出 基本上 已經是沒有辦法打了 還持續的在用零禁來開秀 電一下上去再刷 再上去普攻操作 哇 現在白球上的11隻 然後這邊洛石打出了GG 好 恭喜NICE先獲得第一場比賽的勝利了 3比0 直接橫掃NICE 對 橫掃洛石 這場NICE打洛石其實 節奏還蠻快的 他從一開始教室騷擾到 那個先知 對 一直都是有在攻擊對方的 然後當那個先知一死 大概沒過 大概過一分 一分鐘吧 他的那個下一波兩況一波就來了 沒錯 應該說他的流程上沒有失誤 而且星雲 算是星雲流水 就是想怎麼打又怎麼打 對 而且我認為 洛石他其實是有感覺到 這一波要來 對 只是沒有想到這麼快 所以他剛剛才變獨爆 而且他在變獨爆的同時 他其實 他的卵已經暗髒了 所以說他是有 他是製造這一波的 對 對 只是真的晚了 因為人家是兩況一波 你應該是要 可能 再早一點 48 49或是50 所以就要開始爆這波拼了 其實我剛剛有回想一下 就是我剛剛是有看到照片上輸出 是 NICE還打那一波的時候 他刷到62 喔 其實說落石62 但是那真的沒救 對 正常來說 他 他如果說少刷一輪農 他那一輪農是 蟑螂 蟑螂 應該第一波就手足了 完手 對 那這邊只能說就是 NICE 準備充足啦 他連續 前面兩場防大招 其實防得相當完美 幾乎沒有什麼失誤 最後一場 其實反攻 其實打得非常順 壓制也是循流水 而且操作其實也蠻漂亮的 你說那個白球 死掉一顆 對 只死一顆 上上下下 那個 難免嘛對不對 對也是 好 那我們現在直接 將我們的比賽 還給現場主持人 BB 我們恭喜NICE以3比0的成績 擊敗了ROS 那晉級下一場的比賽 那我們先歡迎NICE 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恭喜你啊 你覺得這一次勝利 你意外嗎 連麥克風沒聲音 我用我的 就 俊瑪前陣子在忙那個嘛 就是公務員的考試 所以他就練習量比較少 所以可能這樣 音樂也比較 就比較正常 因為我練習量比較充足 那我來問一下 關於這一次 暴雪大量單位平衡性的改動 對你來說 影響最大的是什麼 我覺得暴雪 主要是他把神竹的 就是體系上的東西 母艦核心跟加速這樣的東西 都這樣子改 我覺得 這是 不太好 就是因為 你太過頻慢的改動的話 神竹玩家 只要這個大改動 神竹之前的練習都沒有用 所以我覺得 這一次新的那個 改版 加速 絕對不能動 這個東西 動了神竹玩家 這段時間 練的都是白費的 好 那下一場 你可能會對上 Winter 或是Budderweight 那你比較希望 對到哪一位選手 我覺得 沒什麼差別吧 感覺都會贏啊 沒問題 好 那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我們恭喜 NICE獲得勝利 那馬上回來 下一場的比賽 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